感谢紧轻的飞机,谢谢 先看一下我对线打的是谁 蓝薄的R不能用智能试法 一定要记住,我们这把对线的是一个 剑机 剑机的话我们学这个 蓝薄我要先说一下 这个英雄你几乎在路人局里面看不到 你们看我直播这么长时间,有没有看到过有人玩蓝薄 少之又少,太少了 为什么 因为我讲两个点,你就明白了 第一 他要有大师以上的操作 第二他要有王者 左右的意识 才能玩好蓝薄 知道吧 所以说他的要求非常的高 而且还有一个点 即使你达到了这两个要求 你的蓝薄玩的非常的好 再钻石一下局 你的蓝薄无法决定输赢 明白吧 他就是什么样的英雄 但是 他曾经也在比赛上场 这个比赛场上 辉煌过 曾经我用蓝薄也在 电一王者局刺炸风云 韩服局三 韩服王者局三艘飞客 不相信你们可以百度查一下 这并不是说证明我在吹牛批 我有多强不是 而是我要跟你讲蓝薄我其实很会玩 不然的话没有说服力 你不相信我你说你蓝薄玩的对不对 他 蓝薄有一点好 你看他的火是不吸收小兵仇恨的 这点是很棒的 蓝薄一击学Q的时候一定要防好 防干客要做好 不然的话他会把兵线全部推过去 还有就是 蓝薄在压人的时候 其实比较简单 你看像这种英雄你就 就这么烧他 烧他 而且这个烧你看不是站着不动烧 很多玩家操作跟不上他会站着不动 那是不行的 一个要烧的好 第二个 你的走位要走的好 你看我的会心烧了他 他打不了 你说他怎么A我弱点 他只要A我弱点他就要死 你明白吧 你无所谓的 你看 他A你你就跑 他跑你就追 感谢老斋的超火 谢谢 护盾一开 你打好了 我不A你 我就跑 再次注意打野 再次强调打野 你看我的站位 你看 还有就是蓝薄在四级的时候会比较强 三级都比较弱 因为他有二级火才厉害 配合鱼叉和护盾才行 好我有鱼叉了 注意温度的保持很重要 我现在要不停的放技能去保持在黄温以上的温度 因为只有 黄身在上路 他被我烧的已经受不了了 你看我保持黄温来来盲生杀盲生 我就这么跟你讲一打二 那你就 对不起了呀 那你就对不起了 蓝薄的伤害是你看不懂的 就你会觉得 好像不是很痛啊 但是你会发现 哇雪下的好快呀 就瞬间就没了 就是这种感觉 他的伤害有点看上去不可控 但是了解蓝薄的人知道他的爆发点是在哪 这种伤害是在哪 地区 你又能怎么样 你又能怎么样 对吧 我护盾他就一开 他就于是解 他就反手于是减速 你想跑火烧 遼云 感谢老财的超火 谢谢 非常感谢 老财大气 感谢蓝薄看的是皮灵魂送上的 这个这个 飞机啊 谢谢 一般 剑击打蓝薄 恕我之言很难打 要配合打野 不配合打野的话 他会利用这个护盾 因为我能吸收100多的菜 而且我的护盾CD只有6秒 他想Q我一个弱点是很难的 就算他Q到了我开个护盾就全部挡掉 然后疯狂烧他 啊 对线很难打蓝薄的 蓝薄的压制力是非常强的 在他发育好的时候一打二很轻松 但是后期会很弱 这个烧人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个技巧就是摆头烧 烧的时候一定要摆头 不能不动 知道为什么吗 很好地调整你的位置 让对方摸不到你的同时 他又跑不了你的这个火烧的温度 这个范围 知道吧 所以一定要学会摆头烧 这是第一步 还有就是控温度 控温也是个技巧 所以说他为什么难 要求高呢 就是这个 原因 开护盾 开护盾 保持我的黄温 保持黄温 又不停的放火 我现在开始一直是处于一个黄温 状态但是不会变红温 红温就不行了 就沉默了 涂唐 我现在就没问题了 对 我已经有在 我已经有在 算了 我只要你 那 我只要你 就 我只要你 他死了 他现在回程等他差不多快到的时候走你 这么紧张的吗 鱼叉 鱼叉温度烧 烧驰 你刚刚搞没大招大招浪费了 而这个盲生死了 他要抓我他盲生要抓我 不然他不敢这样 来我秒他给你看一下啊 这位好他死了 所以我的细节要 第一只位 运气差了一点 我不如直接把他换了 但我也想换一想跑 也想杀一想跑 我准备大招 我有大招 我刚刚盲生就顺秒 你知道吧 我大招一开 加刚才我那个瞬间爆发 触发 很温 平A他一下 所以配上我的被动过热状态 加鱼叉 三四个技能全部给上 瞬间就倒下 他盲生是不懂的 盲生绝对不不会知道 兰博的威力会这么大 知道吧 所以说 哎呀我打的有点愣 讲道理有点愣 我不愣 我个主要刚才那个大招 放的有点 没有把他杀了 我很亏 烧死你 烧死 烧死 你看这血量掉的 能看得懂吗 你看不懂的呀 你想跑啊 那你恐怕是跑不了啊 那你是回不上来的啊 在兰博面前是回不上来的 兰博在这种情况 红温的时候 他的爆发值是绝对 一般玩家是想不到的 还有就是兰博有一个概念 一定要记住 红温要不要出发 你自己要学会控制 那么 触不触发 一定要记住 就是 触发红温了 要么他死了 要么那就 要么别 要么就是被你打残 你不能说莫名其妙 就搞个红温上去 那是不行的 不能随意触发的 所以说 温度控制很难 不能高也不能低 低了没伤害 高了沉默 沉默就很捞 别人一直打 所以当你触发红温的时候 别人一定是处在一个被你打退的状态 哎 你怎么办 告诉你怎么办 感谢 兰博皮特斯 灵魂送上的 红针放的 他就不谈啊 好 好 我先撤 你看我这波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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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他交了闪现 但我没有东西 运气这么好的吗 这种情况 打野肯定会来的 知道吧 走了 我不浪 冰身没好 太好了 可以 睡过 等他回家 和冰过去 保持温度 你不需要提醒我两次 谁挖着兰博 嘿嘿嘿 绝对你想不到的呀 直接就 呦 完了 没事没事不怕 注意我的细节 地址啊 地址 地址啊 搞这个东西 我跟你讲了 兰博叔叔 你看不懂的 你不信 那你信了吧 哎我溜了 感谢卷毛毛毛毛毛的飞机 谢谢 我有这个东西 破损的苗表 啊 心里有说 小面具很重要 核心装 很重要 发钻鞋很重要 然后呢 我们再买个 刚好 感谢 看兰博 是皮的灵魂送上的 飞机 谢谢 你的名字ID有点长 我给你简化一下 以后喊蓝皮 行不行 蓝皮 他第一波盲生 其实就该死的 知道吧 他没死 说实话 他运气好 你抓兰博 一定要掂量一下 兰博的输出 可不是开玩笑的 你就别说盲生了 别说剑技了 就是鳄鱼 都不敢跟兰博拼 我这么跟你讲 我很了解鳄鱼和兰博 所以我这句话 非常的有权威性 你信我 包括瑞文 都不敢拼的 特别是温柱保持在一个 50以上 而且有大刀有点燃的兰博 这个英雄是个很怪的英雄 很难学 这英雄很难学 所以不建议 独练度不高 或者说游戏水平 基础基本功不强的玩家去练 收益很低 那我这时候是最厉害的 我这温度 但是我并没有去 甩大招秒他 他也打不了 他盲生来 我就给他盲生 盲生是跑不了的 他间接有个劳伦之眼 地驰 地驰 好 他没了 我这么跟你说他没了 凶甘Muser 你想好了再过来 想好了再过来 兰博是有护盾的 好 我们把他这个塔皮吃了 剑机的确没法打 很难的 他要控制的非常非常的妙 微妙才能够 打下照样号 因为有护盾 刀子里 我就这个血量能秒他 我给他踢 有本事你敢过来 你试一下 他只要敢过来就顺秒 满血顺秒 大招都放不出来 不行 你看一下 我触发红温那是顺秒的 等一下我现在不发 我现在不行啊 因为我在放Q的时候 你要结合CD和你的温度 知道吧 不是说 你一直可以这样 不行的 所以你看我什么时候退 什么时候上 都很有讲究 这波塔皮 我不吃 可以增他一下 在里面喷火 外面看不到 外面看不到 虽然火是朝外面放的 第十还就哎呀 爆发 你这看得懂啊 秒了 被死了 没招的 没招的 你看到了吗 他是有一个W劳伦之眼 你知道吗 如果刚才 他是一个没有这种强行挡技能的 这个英雄的话 比如说假设他是盲生啊 那个血量他过来 他连大招都出不来 直接倒地 毫不夸张的跟你讲 绝对能做到 好像下不了 我有个大招 我可以把他 这个 放了 放一波兵 展现马劳C帅的一送上的PG 大招距离看 超级远 好溜了 拜拜 他的大招是这个游戏里面最难放的大招之一 这个游戏里面最难放的 因为很有讲究 我刚才前面说了那么多 你会觉得 哎呀 蓝博已经很难了 对吧 其实他大招很难放 绝大多数玩家不玩蓝博的原因 就是他大招不会放 大招是最难的 为什么呢 因为 到底是打爆发 到底是留人 开团怎么放 对吧 团战签歌怎么放 都不一样 而且他还不能用智能师法 智能师法就直接 放出来了 我主 主Q服一蓝博 王战无敌 在三十分钟之前 我是霸主 三十分钟之后 谁都是我的霸王 好 塔推了 那他的下路双人组是优势打的还不错 八个人头的卡杀看到没八个人头啊 我一位二 一秒钟 两个人全部打跑打死 但是我这波没大招不行 但我这波有辅助可以绕后 控制温度 看到没有 我再控制温度 好 开W控制温度 看我的细节了 首先上来 先给他一个 不急 好 先拉开 不要急 整技能 好 开这个 再开这个 鱼叉 好 不要着急 这边还有个送死的 注意我的细节 你直 你 你 他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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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不清楚 你 看到 哎呀 我靠 护盾没好 怎么被烫死了 哎 这个死的有点伤 说实话 没点燃 主要没点燃 这盲生居然能够A出来两下 这对我蓝薄来说是个耻辱 一个满血的盲生在 失血蓝薄面前居然能够A出两下来 有些耻辱 主要是没点燃 有点燃 他只能平A一次 一个天雷破加个 就没了 就他只能放个天雷破加平A没了 有人说你在乱按 刚才听你键盘的声音好像你是乱按的 乱按绝对是玩不了蓝薄的啊 绝对不行的 因为他技能释放有先后顺序 因为红问之后 你的 技能是不可以放的 所以你什么时候放 Q 放E 放W 然后呢 能够把招全部放出来 触发红温 因为必须要触发红温 红温那个平A上很高 知道吧 一定要触发 一定要触发 那你在开金身之前 一定要把火喷出来 一个不喷火开金身的蓝薄 是不是蓝薄啊 他是麻瓜 所以你看 很多比赛的场景你看到就是蓝薄开个金身然后火在那喷 你看这个卡杀啊 就 什么叫做 Q他做人了 你他就 我就看不懂你啊 这个东西有点强 我和九个人都 那么强吗 我要先出兵杖了 先把我的队友稍微的有些配合的不到位 我就要出个兵杖来配合他们 我现在光提升自己的输出已经不行了 有蓝薄啊 抱团 我要跟他们抱团 不然这个局面会拖下去 一旦拖下去对我蓝薄来讲是不利的 对于这个角色来讲是不利的 无论我怎么做挣扎都不行在后期 他这个装备太好了 这两个九个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我被 送住了 如果我不被冻住 这两个英雄打不过我 知道吧 两个人瞬间都死的 我只要开金身 你在干什么 输出爆炸 你恐怕不知道我屏A有多高 OK 我得回家出个 冰杖 不然的话 他们跑来跑去的 我出个冰杖 为我队友创造一些输出空间 当我自己输出已经很高了 白头烧 大面具配冰杖 蓝薄非常喜欢这两个装备 你知道吗 在我出了冰杖之后 我这一个鱼叉 能差ADC一半 你不要看他只有160加80 绝对不止 我要穿透 我现在要的是法穿棒 大面具法穿棒 我一个鱼叉差差他一半 而且他会动不了 因为这个缓速 加上冰杖的缓速 很难移动 我大招 我现在所有技能都在缓速 除了自保技能 W 我现在需要暴团 不然我们打不过了 再往后就打不过了 虽然我现在是无敌的 但我的无敌是有时间限制的 你看我一个鱼叉 会让他持续掉 没碰到 不着急 我一马当先 但我最好不要吃力量多大 你看我的大招放的很有讲究 团战大招很有讲究的 完了 提速上去 鱼叉没给到 鱼叉痛不痛 超痛 再上再鱼叉 等我大面具做出来 不然我的这个伤害 异技能的伤害才不够 只是缓速很痛 好 他没了 不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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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的细节 看我细节 好 好看我细节啊 那这个大招吗 就毁天灭地啊 啊 哎呀 我没开镜 我开不了 哎呀 我对 要什么 不说差一点 哎呀我靠 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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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开金身我开金身我就追不到了 他力伤佐有一点好他的大招 把我的这个 爆发的时间全挡了没办法 但是其他英雄战 但是其他英雄战上面是受不了的 我刚才那个点所有输出都出来了 低伤佐大招是没有办法化解 只能拖 拖到他没大了我再放 但是最后还是赢 我们还是赢 低伤佐装备太好了 他和adc的人头太多了 但是我明天打得过大龙直接搞 过来 他们没演 我现在为什么要着急打龙 就是因为我这个英雄不允许拖 别打打不过我不在 哎 adc掉线 快走 你可怕不知道我爆发多高 掉闪也没用 鸟杀 插到你就 你就 大招给你你怎么说吗 还走吗 哎我靠这个爆炸果子 上军我没用中军我没用 我有喷火 我该打输出打输出 哎呀金身呢我靠 我火出来了金身没出来 不行 这样打下去不行 因为我的队友输出 太少了 太少了 你看这就是我所说的 兰博他在 中后期啊 他乏力的地方 其实现在还好不算乏力 但是 再往 再过一段时间啊 就不行了 输赢我无法决定 但我可以决定我的输出 打完之后你会发现我输出非常变态 就我的输出数据啊 很恐怖 我需要很多环境 让他们聚在一起 然后我来打爆发 但是没有这样的环境 知道吧 没有这样的环境 队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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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建议大家 兰博这个英雄 想要上分的话 不是很好的选择 那好 不是很好的选择 在大神面前 他也如此的 不能说不堪 弱点太明显 弱点太明显 我这个英雄呢 打输出我要进场 知道吧 我是短手 我要进场 所以进场就会有危险 我不能在远处的去打输出 好 这波的话 队友 应该 感谢文意义的飞机 谢谢 他们有大龙buff 我们现在是打不过的 但我可以在这里偷一下 我看能不能偷死一个 但感觉偷不死 刀的一 地区 转转 先走 酷发温度 你敢踢我就是一个大刀 我没有我没有火 我喷火开金生 好 并没有喷火 所以我金生不开 我火喷不出来 我金生就不开 我死了也不开 所以我一定要等于有火 知道吧 所以 必须要忍 死 可以 金生就不开 啊 死没问题 跟出装没有什么关系啊 你现在这个这盘的话 其实你出什么装备 不是说输出 你说输出就行 不行的 没用啊 因为他们有 地藏夺的大 哎 他们有这个 电击的W 所以 我出兵杖相反会好一点啊 稍微的多拖一下 最重要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团战 我的队友要打起来 而且这个团战的时候呢 队友不能乱跑 知道吧 他一乱跑 我就会显得非常的孤立无援 所以你看 我的 处理再好 这波就肯定要开了啊 因为在我塔下 我细耍成功 喷火 对位喷火 鱼刹 鱼刹 喷火 哦 你看 一个菲奥娜在前期被我打崩了 对不对 你看他依然是神头鬼脸 这就是问题所在 你看到没有 他依然能够神头鬼脸 神机比我高 各种W街劳伦之野 我没有办法 发现了吗 反过来 如果这盘我是剑机 我在前期拿到这样的一个优势会怎么样 那剑机是不一样的 剑机他这个英雄到后期是很变态的 打团 但是蓝薄不行 我现在被他吊打 虽然我的技术可能比他高四五个档次 但我依然被他吊打 通过这一盘 你们应该了解了这个游戏 有些时候 想要上分 英雄很重要 很重要 他先把我吊在树上抽打 我不敢 还手 不敢自压 没办法 这谁 好 偶尔刷一把蓝薄 不能老是刷 因为这个英雄有些时候的确不能决定 局势的走向 那什么英雄可以决定 局势的走向呢 当然有 我们可以给大家来刷一把 今天早上 我 今天早上 我给好几个同学 这个 一为一的 上课教学 很多同学就跟我反映了说 老马 我也想参加 很多同学跟我反映 我说那行 既然大家这么感兴趣 我们下午 再来 我们今天的第一位上课的同学 他是谁 我也不知道 因为 你们 很多人 找你们可以联系工作人员 这边工作人员之间 把拉到歪歪 感谢这个人从 没中过奖 送上的飞机 那么